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是12月2日 题目是《跟随高阳》 经文在启示录十四章一节 我有观看见高阳站在石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厄上 启示录十四章一节 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上帝指闻关注的焦点是耶稣 启示录当中 若汉在异象之中看到石安山的时候 他第一眼就见到上帝的高阳耶稣 其他人都是因为他的关系才过来的 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想和他在一起 因为圣经是向人启示耶稣 所以他会好像一把相印的利剑 他的风味程度 甚至魂与灵 骨折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否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变明 他也都好像一把火 一把火烧尽我们心中的罪 他也都好像一个很大的锤 彻底的击碎我们的骄傲和无知 如果一个人 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耶稣 那他只是一本书 一本古代的诗集 或者某个古代文明的圣徒的传记之类等等 教会因为是基督的新娘 上帝对他另眼相待 他受看重的程度 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无法比较的 教会上演着他的恩典 他乐于被世人在这里看到 他是如何施展大能 为罪人换上一火新的心 教会教了给基督 被赋予有责任 要让全世界人都能够认识他 上帝的教会 有如山顶上的一座城 如果少了耶稣 教会就好像其他社团组织一样 变成了一间由一帮人组成的慈善机构 即使是这样 我们堕落了之后的痛失 不单只是伊典圆 而是和基督的亲密关系 即使是伊典圆 他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他的美丽封晓 而是他具体揭示了上帝的面貌 吸引了我们来到他的身边 有很多人所谓的信仰生活 就是信封 某个宗教机构的教议或者理念 又或者纯粹在学术的角度看圣经 这样的研究成果 会看成为神圣的真理 不要误会 教会当然很重要 他是基督自己建立的 自然是信仰生活 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 而圣经是上帝的说话 能够滋养我们的心灵 他的重要性不在话下 即使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信仰生活之中 只有圣经和教会 但是忽略了 和创造主上帝之间的关系 就是严重的失策了 这样反而成为了 是你自己想要站在石岸山之上 然而 想要找到生命之道的人 只能够倚靠寶座中的羔羊 他必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今天的神中课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